提供39歲以上的籃球愛好者比賽的 2016籃運新傳季全國老馬籃球賽又來了 廣受民眾歡迎的老馬杯籃球賽 已經是第五年舉辦 今年還新增65歲以上的超老組 讓熱愛運動的老馬可以用運動玩出健康 運動是一個我們終生的習慣 像這一次的老馬的籃球賽 我覺得它很難能可貴 今天賽場有看到71歲的先生 還在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運動可以讓我們長久培育我們的一個身體的活化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藉由運動這個項目來肯定自己 在我們的人生的生活當中 依然可以不隨著年級的改變 而能更有活力的生活 我想是這次活動帶給我們非常大的一個運動精神 老馬籃球賽邀請來自全國各地的籃球愛好者到新竹比賽 為了讓外地的參賽者可以感受到新竹的特色 獲得優勝的隊伍都可以得到共玩 作為犒賞不但獎品是供丸 用餐時間也提供供丸湯肉圓米粉等新竹小吃 補充參賽者所需的體力 那我們本次的賽事呢有分成五組有65歲組的 然後有60歲組53歲組46歲組跟39歲組 那我們比賽的特色呢除了給予獎牌獎盃的鼓勵以外呢 我們第一名呢是20斤的新竹民產共玩 第二名是16斤第三名是12斤第四名是10斤 我們用也用運動呢來行銷我們新竹 希望能夠給新竹帶來一些正面的一些意義 許多參賽者雖然已經白髮蒼蒼 但是一上了球場不但精神異議還積極進攻搶分 一點都不像上了年紀的人 新竹市教育處歡迎民眾一塊到球場切磋球技 用運動創造健康體魄 開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